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刚刚那个题目 不过它现在是怎么 有摩擦力 一个0.5公斤的物体 放在A点 从0开始滑下来 滑到B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每秒3公尺 现在要求 这个过程中 它的摩擦力是什么 当然这个摩擦力是动摩擦的 这个问题怎么做 比如说我要用动摩擦 摩擦力的定义来做 Sk等于什么 μk乘3n 有没有告诉你μk 没有啊 所以不能直接用这个 公的定义来做 我们就用这个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里面 像这一项 非保守力做的功 那摩擦力做的功 就包括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我说过 你要用的时候 首先把右边这四项 条件都把它写出来 设定 YB等于0 YA就是R等于1公尺 VA是0 它现在告诉你VB哦 VB是每秒3公尺 质量是0.5公斤 右边这四项 通通知道了 右边通通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用来求 左边这个非保守力 做的功 好 我们现在要求 非保守力做的功哦 你就要把它所受的 外力全部画出来啊 好 我们就在A点跟B点的中间 把这个物体画出来 任意位置 这个是中间任意位置 好 重力 超距力 然后接触力 有normal force 有摩擦力 摩擦力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 非保守力做的功 因此保守力就不算了 不能再算了 就这两个 这两个 因此呢 我们说 非保守力做的功 就是normal force做的功 跟kinetic friction做的功 那你就把这两个功 都按照这个形态写出来嘛 n做的功 就是n.ds ds就是这个位移啊 fk做的功 这是fk 我写错了 fk 这是fk fk.ds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啊 因为normal force跟ds 是垂直 一直这个等于0了 这个等于0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什么 fk做的功 fk做的功 ok 那因此啊 我们就把这个 连同这个 带到这个 功能定律里面去 好 那么左边这个呢 最后就等于fk做的功 然后把这个 vb了 yb了 vaya都带进去 我就不想去讲了 最后解出来是 负的2.65交尔 这负号表示什么意思啊 负号表示什么意思啊 因为摩擦力跟他的位移是什么方向 相反的方向 所以是复工 摩擦力做的是一个复工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啊 你重要的就是要听我 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用功能定律的时候 你的步骤是什么 里头的要领是什么 一定要仔细听 这个例题我们前面做过 我们用动力学做过 就是一个单摆 起初它在这个位置 摆锤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水平的拉力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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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它拉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的角度是θf 我们要求这个力 从这里慢慢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所做的工 是什么 是P所做的工 拉力所做的工 我们知道这个题目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我们可以用动力学来做 用动力学来做 那现在我们用功能定律做做看 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我们也可以写这样子啊 刚刚是二分之一MV平方加MGY 减掉这个减掉 起初的这个动能加未能 我们现在就直接 就写成动能的X加未能的X 好 我们设定 起初位置为A 最后的位置是B 这个是起初 这个是末后 好 我们现在 因为它是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未能 对不对 potential energy 这是MG的potential energy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Y等于0的地方 我们就设A点的Y 这个Y等于0 那YB是什么呢 YB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就是什么 就是L减掉这一段 L减掉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L cosceta 所以是L Cov1减cosceta F 好 由于这个物体是 这是位置啊 还要速度 右边的速度 VA是0 那慢慢拉 就是每一个位置 好像都是静止的 所以到了VB还是0 VB还是0 那因此 我们这个 你看右边 位置 两个位置 两个速度都知道了 那就可以求左边这个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出功 对不对 好 Non-conservative force 你要考虑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把这个物体 在任何一位置 所受的外力 画出来 我们说你画当中也可以 你就画在这个末后这一点也可以 我们就画在这里好了 省得这个图啊 太多东西 这个是超距离 超距离 然后呢 是拉绳子的张力 接触力 还有一个接触力 就是你拉他的批啊 好 这三个力里面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非保守力 那这个力就不要了 这个是保守力 就不算了 非保守力 只有这两项 所以他的功就是张力的功 跟拉力的功 可是张力啊 它是圆半径的方向 跟位移的方向垂直 所以这一项是零 那就剩下P所做的功 就是拉力所做的功啊 那么这个就等于拉力做的功 所以非保守力做的功 就是拉力做的功 好 我们把这个 连从这个 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delta ek是零了 delta ep呢 就是mgyb -mgya 那mgyb mgyl e-coscf 减下零 就等于这个 那因此啊 功能定律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这一项呢 就是WP 拉的力做的功 要等于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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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 你知道我 我们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把握哪一些要领 OK 你看 力图是一定要画的 整个 整个 整个力学都在画 整个力学都在画力图啊 如果你不会画力图啊 那等于你这个普通物理没有学好 你做 你做的问题都是用拆的 OK 好 你回去 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要领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 好像云霄飞车一样 简单的 它从这个轨道 一个物体从这个轨道滑下来 然后就进入一个圆形的轨道 如果这个没有摩擦力的话 这个物体要能够绕一圈 就是到达最高点再下来的话 他问你 这个高度至少要有多高 因为这个高度不够的话 它滑到这个地方就掉下来了 它不会滑到这里 好 那要求这个高度 求高度就是求什么 位置的问题啊 那我们就想 什么问题里面我们可以求位置呢 如果你知道速度是时间的函数 那么我们位置啊 可以用积分的方法求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啊 位置跟时间 我们不知道啊 运动学也没有办法做 因为你知道起初的位置 起初位置不知道 这个加速度你也不知道 任何一点加速度是多少你也不知道 所以运动学不能做 那么我们就回到 去想到功能定律里面啊 有MGH 有MGY Y就是可以求高度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就用功能定律啊 功能定律 因为它在这里做的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垂直圆周运动 我们上次讲过 你做垂直圆周运动 你这个物体要想绕过这个最高点的话呢 在最高点它一定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的速度有一个最小值 在根号 RG 它等于那个才可以 那现在我们就问 这一点的速度最小应该是什么 最小 我们求最小 因为这也是最小高度啊 最小 那你要求这个地方的速度 它做的是什么运动 圆周运动 我们就看它的这个 这个向量 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 sigma f normal component 就是MG 加上N 这一点的这个外力 你要画出来啊 这个就是画这一点外力 首先画MG 然后呢 画接触力 接触力因为摩擦力 等于零就没有了 那轨道呢 是顶着这个物体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normal force 这就是它的total normal force total这个 总的向心力 等于什么 MAR MAN啊 AN就是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就是V平方 over R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 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在这一点呢 速度 最小 是什么值 你现在怎么从这个 你都决定 速度最小的值是什么 因为速度呢 跟这个有关呢 如果速度最小 这个都是定值 M跟R是定值 那这个就是最小值了 等号右边是最小值 右等号的左边也必须是最小值啊 那MG是固定的 MG就是MG 那唯一可以变的就是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因此啊 这个normal force要最小值 这个轨道顶它的最小值就是什么呢 就是零啊 对不对 就是零了 它不可能是一个负的 是零了 就是零 就是N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最小 因此这个最小 因此V是最小 V有这个minimum 这个值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功能定律来求H了 我们把功能定律写成这种形态 我们用C点跟A点 这两点的机械能 那你现在首先就把这个 A跟C YA YC VAVC要写出来啊 好 我们假设 YB是零好了 假定这个地方是零 那YA是什么 YA就是H minimum 最小的速度 最小的高度 YC呢 就是这一点的高度 它是两倍的R VA VA就是零 那么VC呢 我们刚刚说最小的速度 是这个 这个对应于这个值 好 那么现在看Normal Force 做这功 那你就把这个物体 在这个A点跟C点之间 随便在一点画出来 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超距离 接触力 摩擦力的R 只有Normal Force 因此 Non-Conservative Force 把这个剔除 不要了 因为这个是Conservative Force 只剩下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做的功就是零 因为 Normal Force跟DS 垂直 现在我们就把这一项 跟所有这个条件 带到功能定律理念去 这是零 等于这个 求出H minimum 等于2.5倍的R 做这个题目 要一步一步来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我这个是先求它的数 这里的最小速度 然后用功能定律求H 你不要写一个题目 没头没脑的 没有看到你用什么定律 你看我们这个用什么定律 都清清楚楚 都写出来的 很多同学 就不写这个东西 也不画图 然后就在那里 这个加那个 那个加这个 这个成那个 然后就出来了 谁看得懂啊 OK 好 现在我们介绍 另外一种未能 万有引力未能 这是地球 我们当然是先对地球来说 地球 这里有一个质量 为M的物体 它圆着这个路径 走过去 圆着这个曲线走过去 它到达这一点的时候呢 它距离地形是R远 地形是R远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受的唯一的一个力 就是地球给它的吸引力 FG 朝这里 朝这里 这个R呢 是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力 就是FG 把这个物体从A点 这个物体从A点 到B点的时候 这个力始终作用 作用在它身上 那么这个力 做的功是多少 我们要求这个 OK 它现在唯一所受的力 就是这个力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要求这个力 做的功嘛 我们按照 功的定义 把它写出来 FG 多的DS 从A到B FG是这个 DS是切线方向 的一个位移 那我们把这个值 带进来 带到这里来 DS呢 DS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两个分量 垂直的 一个DR 一个是这个 这个长度呢 这个写错了 RD Theta才对 这个Theta 这个S改成Theta RD Theta 这个是S 这个是RD Theta D Theta写错了 好 然后这两个DOT R dot R等于E R dot Theta Univector 是等于0 所以它只剩下呢 这一项 只剩下这一项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围分 R平方的围分 围出来 我们把这整个 带进去啊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就看呢 它最后的结果 这个是跟B有关系 B点的位置 后来的位置 这个是跟A点的位置 起初的位置 有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这种形态的功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位能 写成位能 所以就写成这个 Potential Energy 在B点的 在B点的Potential Energy 减到A点的Potential Energy 的负值 那也就是说 Delta E 未能改变的负值 那么从这里头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未能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啊 它的特色就是说啊 它跟路径无关 这个结果跟路径无关 只跟起初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你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呢 这个积分是零 因此这个力啊 这个力 也是一种保守力 万有引力 也是一种保守力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看那个式子 好像是 这个就是等于Potential Energy 其实不是 Potential Energy呢 有这个积分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Constant 这个Constant啊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我们要求未能差的时候啊 两个位置都未能差 它的Constant是一样的话 都消掉了 所以呢 这个Constant到底是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就可以设定一个位置 EP等于零 让这个C消失 OK 好 我们就看这个形态 你看 R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啊 EP是零 如果我们设R等于无穷大的位置 就说这个物体距离地球无限远的时候 它的Potential Energy等于零 那么它的积分 长处就是零 零 OK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 万有引力的未能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把无限远的地方 未能等于零 作为它的标准 为什么是负质啊 为什么是负质 原因就是 因为在无穷远的时候 Potential Energy等于零 无限远 就是说 距离我们无限高处的地方 未能等于零 其实物体是 越高的地方 未能越大 对不对 现在 最高最高的地方 未能是零 那么 不到这个最高处啊 这未能当然是负的 所以一般的未能呢 就是一个负质存在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 这个形态 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子 这是动能 加上未能 这个等于后来的动能 加未能 因为未能是负的 所以是减 后来的动能 加未能 等于后来的动能 加未能 这是它等于基建能的改变 基建能的改变 我们就用 如果是万有引力的话 我们就是用那个式子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我们前面用动力学做过 就是在地球的表面 有一个人将一个球 垂直往上抛 垂直上抛 它的初速度是V0 他想把这个球 抛到最高点的时候啊 这个高点 最高点是什么 值呢 第一个 等于地球的半径 然后第二个 就是抛到无限远的时候 脱离地球的引力 问它的初速度应该要多大 要用多大的初速度 抛出去 它才可以有这两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图画出来 我们假设 地表的位置是在这里 OK 这小球 你丢上去了 到任意位置的话 这个很高啊 这个高度 远超过我们地表 假设 远超过我们地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唯一的一个力 就是地球吸引它的力 也没有什么空气阻力了 其他的星球距离它太远了 因此就地球吸引它的力 OK 那现在我们就用功能定律来做 功能定律 我们现在换一种方法做 不一定一成不变的 都照我前面这个方法 你可以先求这一遍了 non-conservative force等于 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呢 因为它唯一的一个利益 就是这个利益 这个利益是一个 conservative force 没有保守力 没有无保守力 没有非保守力 所以呢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就是这个 基建人守恒了 外力 外力中 没有非保守力 没有保守力 不是 写错了 无非保守力 少了一个字 无非保守力 没有非保守力 OK 我们说呢 EK呢 你看 这就有这两项 我们一上一项来 EK 是等于VB 减到VA VB平方 这个 减到二分之mVA平方 是等于这一项 然后看Delta EP Delta EP 是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三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带到这里头去 这个是零了 对不对 这是零了 于是 我们就得 动能 要等于 这一项 这个原来在这边 搬过去到 负号没有了 变成这样子 然后整理一下以后啊 我们要求的是V零 对不对 整理出这个狮子来 整理出这个狮子以后 我们就可以 就整理出这个狮子 我们说 当H 当它的Maxima Height H H等于不是 OKOK 我现在还没有带那个狮子 就是说它到最高点 最高点的时候VB是零 好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从这个狮子里头 我们来看A 第一个 最高点的高度 是等于地球的半径的时候 这个半径带进来 它就是二R分之Gme 二跟二约掉 这就是G2 这个我们前面 动力学已经讲过 这个狮子 我就不讲它的变化了 但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无限大 这个是零啊 它就是这个狮子 等于这个字 以上就是用功能定律来解 功能定律解 好像比动力学好像容易一点 不过你两个方法都要会 OK 好 现在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看 现在万有引力 它的未能差是这个 一个物体在地球表面 它的未能差呢 是MGYB和MGYA 那这两个会不会相等啊 如果这个物体不是距地球很远 而是距离地表蛮近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就来画画看了 我们把这个是指画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共同相提出来 然后这个通分 通分一下以后 如果大R地球的半径远大于小R 就是我们地球 就是远大于 不是 我看看大R 大R远大于小R等等 地球的半径 好 我们假定这个大R 远大于这个RA跟RB 这个是物体 就是这个物体距离地心的位置了 这个物体距离地心的位置了 这个有一点问题 这应该是远大于H才对 远大于H才对 那我们就 这个等式都对了 这个等式都对了 R就是物体的位置 等于地球的半径 加上它的高度 对不对 这应该大于Y了 这个呢 RB等于大R大于YB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 两个乘起来 你看 它远大于Y 这应该大于Y了 这不要写成 YA即YB 我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改成YA跟YB 于是 这两个乘起来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再把它带进去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一项 这个就等于R平方 那RA减RB呢 这两个一减R减掉了 对不对 YA减YB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MG M大M1 OVERR平方是等于G了 这个被这个阻止G了 G拿出来 这个拿出来就变成G了 所以最后的值 DeltaEP就等于这个 也等于这个 那就说 并没有 并没有矛盾 我们起初 把地球 表面附近的 重力未能差 写成这个样子 并没有错 OK OK 坏 谢谢 我是 对不对 我 他 也 谢谢观看